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甄小鱼 欢迎大家收看这节的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首先是港股方面 最新跌22点 20374点 国企指数跌10点 最新报8,515点 大市成交243亿 这个嘉宾请来Anno 和我们跟进最新的大市情况 Anno 你好 先和Anno说一说 一只股份有编号992的联想 昨天公布了业绩 先看看大数 看到花旗报告指出 联想集团的业绩是超过预期 主要是由于个人电脑及智能手机收入下跌 下调去2017年的盈利预测是1.6 反映电脑的销量下降 以及移动业务集团未能够如期扭转 颓势目标价由7元下调到5.1元 并且维持中性的评级 看到联想集团截至今年3月底的全年亏损 达到1.28亿美元 是7年以来首次的全年亏损 移动业务亏损由去年的3.7亿美元 先从大数去看 是否真的好像花旗所说 跟市场的预期差很远 股价表现一定比预期差 因为预期也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联想近期股价跌得相对比较多 始终市场对它的看法 都开始越来越失信心 联想方面最主要是两方面的业务 包括个人电脑及手机业务上 市场一直认为 个人电脑始终从各项数据上 放缓也是一个大趋势 但是从过去那几年 联想在个人电脑上 都可以批准大股 但是近期来说 始终环球的需求真的非常疲弱 最终集团的个人电脑销量 都要跟随着下跌 而且今年来说看到暗年 跌了幅度不少的6% 相对于过去几年来说 表现的确是差了 不过最重要 始终在手机业务上 联想今年的业绩来说 就看到有个明显地转差了的迹象在这里 这方面来说 冲击会比较大 虚损是没办法 尤其我之前公司 好像收购Motorola这些业务 都预料会有个虚损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 你看到的不单止是个虚损 其实你看到的不单止是收入方面表现比较差 甚至看到 一些手机业务上 在市场占有率方面 其实近这几个季度上 它们都有个明显下跌的趋势在这里 所以我想你看到的 如果未来来来说 个人电脑市场 看不到会有什么转机在这里 而手机市场 都仍然是比较疲弱 都反映着联想这间公司 暂时来说 未来来来说 是看不到有什么动力 或者有什么业务 可以带动公司做好一点点 即使你说 今年来说 可能不需要它是钱都好 但是会不会赚大钱 或者公司有个可观的盈利能力 这方面来说 暂时来说 大家都看得不是乐观 所以暂时来说 对联想的看法 我仍然比较深深 明白 看到联想的董事兼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 杨元庆昨天在业绩上说 认为明年楼规为盈不是问题 并且坚定地表示 从不后悔收购Motorola 见到集团移动业务去年第四季 在中国录得八成半的销量下跌 联想又被问到如何翻身的时候 杨元庆就解释 这是因为业务重心 从营运商市场去到开放市场转移所致 并且预期集团在中国市场已经足底反达 下一步就做好基建建设 你又怎样看他的前景 是否觉得刚才你所说 会否觉得他难以翻身 你现在说现阶段又未至少要翻身 只是说亏损方面 始终联想在去年买了很多一次性 做了一次性的收购 导致今年公司出现亏损 实际上无论手机或个人电脑市场 又未至于蝕钱蝕得那么夸张 因为始终联想在个人电脑市场上 都是龙头地位 市场占有率也是全球第一 在这方面 他们在控制成本方面 和其他电脑生产商上 都有比较大的优势 未来不会有严重亏损的情况 在手机业务上 虽然进度相对比较差 但始终收购Motorola方面 虽然公司也说到 低估了收购Motorola业务的难度 但实际情况是否这么恶劣 令公司的营运力大幅倒退 又未必 但公司未来的营运能力是如何 这方面我不太乐观 始终在现代联想公司的结构上 都是说过人电脑市场 有个很平稳的表现 甚至未来有个倒退的风险 一直以来最主要的增长亮点 都是在手机业务上 但在整个手机市场 其实不单在联想 很多公司 包括苹果、三星这些公司 现代联想手机业务上 都面对着放缓等等的风险因素 始终在全球 始终手机真的有机会出现飽和率 所以 后市来说 暂时 有没有特别的节目可以看高一线 我自己就看不到 明白 看到集团也引述 也引述集团的预期 刚才Arnold也有提及到 个人电脑仍然保持龙头的地位 加上个人电脑的行业整合加快 预期未来两至三年 集团的市场份额 会由现时的20%升到30% 依然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但管理层指 也不怕受到新竞争者 譬如小卖或华为的威胁 因为单一性的产品 商业模式在电脑市场未必可行 想问个人电脑的龙头地位 这个利好因素 能不能够补足行业竞争的风险因素 当然补不到 你说之前为什么看得这么差 因为其实在说 个人电脑市场上 就算他们保持龙头地位 极其量 都可以令到他们控制生产成本 等等 会不会有个好理想的表现 真是非常困难的 个人电脑市场一早已经饱和了 你说未来一些竞争者 基本上即使参与个人电脑市场 都不会投放很大量的资源 所以意义真的不大 而且即使市场占有率上升 可能在其他对手上 可能退出市场等等 因为很多日批公司等等 都开始放弃个人电脑市场上 所以实际上都看到 这个行业 我觉得在电脑市场上 基本上都没太大冲敬 反而我觉得现家段 其实联想最担心 始终都是手机业务上面 始终如果你看历史数据上面 联想的手机市场占入率 的确在内地是第一的 但是你看近期的一些数据 他们的市场占入率 都有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在担心 反而如果手机业务 都仍然变得差的情况下 反而你说可能更加会拖低公司的 人电能力方面的表现 好 谢谢 在恒指成分股当中 联想的表现暂时都是属于大市 暂时跌超过3% 埋近4% 其次看到 暂时在恒指成分股当中 表现最差的 有康师傅同样公布了业绩 之后股价有一个跌势 跌幅是超过9% 埋近1成 再和大家跟随其他南筹股的最新造价 汇控系偏远报50.8% 中移动偏远报86.3.5% 建行升1% 公刊靠稳 中刊靠稳 报3.1.2% 港交所靠稳 人秀靠稳 有邦保险靠稳 腾讯控股升埃近2% 报166.7% 金沙中国偏远报28.9.5% 长黄升1% 报90.3.5% 新鸿基地产 靠稳报88.8% 九龙仓偏远 报41.3.5% 中国海外 靠稳报23.1% 华润之地 升1号 报17.9.6% 看到恒指最新是升43点 报20445点 国企指数升29点 报8556点 大市成交259亿 时间差很多 我先和阿努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多谢你长寿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文必答 我们先的一文明星 需要更多的 融券